郭文貴 文貴 公司 邰國際議員 好 各位大家午安 我想我們今天是邀請 台大教授黃光管黃教授 也是現在當今總統舞的國策顧問 那黃教授從台大心理學畢業以後 後來到夏威夷大學 然後心理學的一個博士 一直到現在 一直擔任台大的一個心理學系的一個教授 當然他在 無論是國科學結束研究 或是教育部國家講座 這些都是 國內的學士方面是沒有問題 我想這些 其實各位可能也常常在 早期在前幾年在政論上節目 常常看到他在電視上 其實他最近也在 也是我們今天講題有關 這種科學革命的科學哲學一些問題 那他只要在 從早期開始研究中國人的一個人際關係 包括這種病毒問題 其實他有一些重要製作 到目前為止 現在這方面的領域 尤其在中國大陸是滿熱門的 當然中國人的一個心理跟西方的一些 包括這些人際關係 其實是很截然不同的 我想以前我們通知中心一個 一個鄭教授 其實他也是用所謂中國人的這種人際關係 中國人際關係在海峽兩岸吃得滿開的 那我想從心理學觀點來看一些 這方面的領域 其實是滿有一些科學根據的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邀請我們的黃教授 來替我們這場演講 我們首先請熱烈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謝謝劉教授 還有謝謝焦大給我這個機會談這個題目 那我想這個題目一開始 這一開始 是要提到我最近馬上要出版的一本書 叫做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 那麼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等一下馬上解釋 那麼我原先以為心理學需要科學革命 其實最近才發現不只心理學 很多不同領域都必須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請注意一下 那我等一下演講 我會盡量留多一點時間給大家發問 所以你們有聽到任何問題 你覺得不爽 想問的 儘管拿出來挑戰 放馬過來 因為你要革人家的命 你一定要忍受人家給你的命 所以不要客氣 我先從一個研討會講起 最近要慶祝中華民國成立100年 中華研究院跟政大合辦了一個研討會 叫傳承與創新 中華民國發展史研討會 裡面講百年的學術發展 各位這場研討會 你們有人去參加的人請舉手 不管你們哪個領域 不會有人舉手 你放心好了 我非常有自信 你們不會有人舉手 為什麼 他把所有台灣各個領域的教授 各個領域都做回顧 然後每一場回顧 四個主講人 四個評論人 一個主持人 台上九個人 然後開幕的時候 開幕的時候非常熱鬧 擠得滿滿的 那個會場大概跟這個這麼大 台上九個人 等到開幕式儀式完了以後 一紅而上 都走光了 整個報告過程 從頭到尾 我看到台下 沒有超過九個人 聽到不 沒有超過九個人 還包括工作人員 真正在從頭聽到尾的 兩個人 一個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我們中安研究院副院長 王煥生 王院士 另外一個就是我 各位好 你思考一下是怎麼回事 注意這個問題 要注意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很多跟這個有關的問題 怎麼回事 最簡單的一個解釋 就是台灣的 整個學術界全盤西化 他腦子裡面都是在美國 SCI SCI room 不在台灣 各位請注意個事 康德在講實踐理性批判的時候 你看那個書一打開 認了一個理論 好的理論都是為了實踐 沒有說純理論的 我們不是 我們的整個學術研究 跟這個社會是脫節的 很多人根本不相 不認為這個東西有關聯 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 我舉幾個例子 你馬上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需要科學革命 就是這個道理 我也做了報告 心理學的報告 我們在過去兩年前 我們請了台灣心理學界三個大佬 對台灣的心理學的發展做了回顧 其中有一位臨床心理學的大師 柯永和教授 很多人可能知道這個人 做臨床心理學史的回顧 請注意這個 他的文章裡面有一段這樣講 台灣從有臨床心理學史以來 他的定義 工作人員的稱謂 臨床心理師的工作場所 工作方法跟工具 工作理論 使用的讀物 課本 沒有一個不是從美國 一直過來的 時間過了半個世紀 目前在談論臨床心理學 不管是學界 食物界 一樣 沒有變化 各位我要你做了一個事情 把這一段話 換上你現在你的研究領域 是不是很像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很多領域都很像的 柯教授今年八幾歲 退休了 他說 如果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 希望成為台灣臨床心理學 都要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臨床心理學 換成你現在研究領域 任何一個領域都可以 它必須要擁有一個 或幾個核心的理論 都要我講理論 那些理論是台灣特有 其他地方沒有的 可以跟其他地方平起平坐 甚至比其他地方的理論還好 要不然 我們這個臨床心理學 充其量 只能叫做 在台灣把美國的理論搬到台灣來 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 不能叫做台灣臨床心理學 你們可以把這個臨床心理學換成你的理論 你的領域 你看看是不是同樣問題 注意一下 Joy 柯教授為了做這個研究 他學生很多 在台大教書教了40年 對他的學生做了一個守備 你現在做臨床工作 用了什麼理論 結果把大家的反應做了分析 你看 認知治療 行為治療 折衷治療 個人中心 等等一大杯 但是 那些理論都是外來的 沒有一個本土的 適用不適用 沒有人知道 注意這個問題 Joy 柯教授很感慨 他說 他希望他的學生 拿到教授職位之後 注意啊 注意啊 他說很多人現在搞SCI SCI的入文嘛 沒有時間想這個問題嘛 所以他希望他的學生 拿到教授以後 教授的職位以後 可以有幾種選擇 一種 還是一樣嘛 就過同樣的日子嘛 跟以前一樣的SCI SSCI的入文 第二個 學有責事嘛 可以去做官了嘛 當部長 當政委去啦 可以嘛 第二條路 第三條路 我忘掉了 不知道什麼路 不管他啊 第四條路 他說他最希望的 希望能夠有一些人 好好還寝一下 希望的理論 搬到我們社會來 適用不適用 要不要把你過去的整個 實務或者研究的經驗 發展成一種理論 他說這第四條路 他最鼓勵他 如果 都沒有人走這條路 不幸 沒有人走這條路 我可以預期到 最后往後幾年 台灣的臨床心理學人士 還是過著 沒有靈魂 行屍走肉 捧著外國理論 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津津有味 樂在其中的日子 各位 你把這個東西 換成領域 是不是也一樣 我那個時候 報告完了 報告完了 我有評論人 我那個評論人是一位教授 我也很尊敬大家 心理學的教授 哎呀 我這個老弟 他不要資深 那個學弟 批評 批評這個心理學界太厲害了 希望這個百年嘛 希望與人為善嘛 不要這樣批評嘛 講一些比較好聽的話 學學其他領域的 說一些好聽的 我本來 我本來想真的 回去好好再改我的 寫法 不要講這麼凶 聽完了以後 我覺得說 會這樣寫不可 還是要寫 我回去再把 台灣其他各領域的 他們的問題一起 再寫一篇文章 已經寫完了 現在準備再把 這東西再發展成一本書 批評台灣的整個 學術界 為什麼 各位好 你可以看到 幾個重要的領域 都一樣 都是全盤西化 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 谢國雄 寫社會學 在座里一定有人念社會學的 注意一下 不管你念哪一行都一樣 換成你這個台頭就可以了 他的題目 百年來的台灣社會學 斷裂移植根生根 然後理論 各位請注意 請注意 他這篇文章 是我看到的幾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寫得最好的一篇 他努力在思考 很多學術領域都沒有努力思考 他努力思考 然後他想台灣社會學的理論處境 理論處境 注意這個 台灣社會學就有個很奇怪的現象 有一些人搞社會學理論 專搞理論 不做實際研究 跟實際研究斷開的 結果理論被孤立成一個分支 注意一下 孤立成一個分支 然後做實際研究的 在引述人家理論的時候 三大家的理論 Max Weibo 馬克思 圖爾幹 都是片面圓圓 注意哦 不敢跟西方理論對抗 抓幾個 能夠支持我實際研究的一些句子 來支持我的說法 這樣而已 我們的研究 變成人家理論的助教 然後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是操作化地運用各種理論 不敢跟人家的理論真正進行搏鬥 我講更清楚一點 等一下我再講科學革命的概念 Thomas Quinn Structural of Scientific Relation 如果西方的一個理論 移植到非西方社會 你發現不能適用 你就必須建構理論來取代它 你不敢跟它搏鬥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處境 頓章取義 切它一小塊 解釋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不敢跟它fight 沒有所謂的科學革命 請注意這個 然後你馬上來個問題 那我們那麼多學者 就在做什麼 謝國雄做了一個review 寫得很好 請注意哦 他說大家在努力 每一個人在領域裡面 收集資料 要勾會台灣整體圖像 請注意這個 勾會台灣整體圖像 尤其從1990年代以後 很多社會學家深門地 探究台灣社會革命 每一個分支都蓬勃發展 我們開始要援引 從援引跟應用 朝向修正跟挑戰 修正比較多啦 挑戰還不敢 可是我要告訴你 等一下我講科學哲學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這個所謂勾會台灣整體圖像 是所謂束縛實證主義的說話 沒有一種理論 是這樣勾會出來的 沒有 你用這個勾會根本不可能跟人家挑戰 請注意這個 等下我要講的主題 請注意這個 不可能跟人家挑戰 請你們特別注意 我等一下再講 科學革命的概念的時候 我講兩種科學哲學 你在勾會這個整體圖像 說你已經死定了 怎麼挑戰 請注意這個 謝國雄文章裡面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希望社會科學中結束作品一定是 碰觸社會的基本議題 社會資訊怎麼還原的 有沒有其他另類的社會資訊 台灣的社會學很少有這個基本議題的警覺 沒人敢去碰這個基本議題 我講更清楚一點 我們看很多學術著作 希望人寫的 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上的 我們不知不覺認為 我們理所當然應當變成像個人主義的社會 從來沒有去想想看 如果每一個人都變成像美國那個樣子 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美國人5%的人口 耗用世界20%到30%的資源 全世界都變成那個樣子的話 有什麼後果 沒人去問這個問題 請注意這個 你念教科書 這美國人寫的理論嘛 不知不覺 我不夠現代的話 我要變成跟他一樣 請注意這個問題 請注意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還會講他的意涵 微博 微博 所以 任何社會研究一定涉及計劃 基本議題 認識論跟存在論 各位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到 他這個說法是對的 可是是外行人的說法 科學哲學不是這個說法的 科學哲學講這四個成分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不叫計劃 叫方法論 基本議題叫本體論 認識論是對的 存在論也對 可是科學哲學什麼叫人性論 人是什麼樣的人 請注意這四個命題 他是用commonia在寫 我把這個叫做束縛時政主義 他對台灣的批評 台灣社會學精於計劃 metology 方法論 列於基本議題 本體論的問題不談的 我研究對象本體什麼東西 從來不思考 然後 沒有認識論的警覺 我怎麼建構理論 不知道 各位會 台灣社會整體圖像 這個叫笑話 有沒有問題 存在論 偶爾會有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研究者到底要幹些什麼事 偶爾會有 不清楚 沒有發展出整體事 有沒有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們思考一下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把這個東西講得更清楚一點 各位 這四個東西 在我們講科學哲學的時候 是最fondamental的東西 最基本東西 可是 從台大開始 我們在教學生的時候 都一向講方法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統計方法 實驗方法 沒有人在講科學哲學 他的本體論 认识論 人在這裡面辦什麼教授 都不講 有沒有問題 始作俑哲就是台大 台大的始作俑哲是B系 心理系 所以我非常了解 我在台大教書教了40年 發現這是什麼毛病 你不要忘掉一個東西 不管你在哪個領域 等一下我們講很多領域 到國外去念 念完以後 你拿的學位一定叫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那你就奇怪 我念社會學 念人類學 念經濟學 念政治學 我不是念哲學啊 為什麼最後給我 哲學不是 你忘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西方所有的學術 都建立在他的哲學技術上的 我們台灣的教育 從來不講得最快 他以為你學著老師 老師怎麼做 跟老師做就是了 所以我們的整個教育 不會思考 教材學們不會思考 只會跟屁 Follow up 請注意這個問題 不會想根本問題 不會 只會模仿那個方法 注意這四個議題喔 科學哲學裡面最根本的議題 他談到了 可是我看他這樣寫 知道他外行 他用commonation在寫 他沒有從科學哲學的術語 在討論這個東西 請注意這個 好 你不要以為只有社會學界這個樣子 政治學 請了三位 我們政治學領域裡面的 很出名的教授 寫中華民國政治學發展史 朱雲漢 林碧昭 蕭高雁 都是一流的 Top的 你不要以為院士 院士可以逃開這個問題 一樣 一樣 他們的文章結錄部分怎麼講 長期以來 國內的政治學 在理論跟方法上 沒有辦法擺脫 對西方政治學的依賴 對自己社會的分析跟理解 都是以西方的理論經驗 為主要參照 沒有辦法形成在地化 細弱的思考 知識建構不知解 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思維 長此以往 你沒有辦法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貢獻 沒有辦法回應二十世紀的知識挑戰 我要你思考的是 把這個東西換成你的領域 是不是也一樣 請注意這個問題 經濟學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宜中心 我們早期的經濟學內容 我們早期的經濟學內容 英美教科書的遺址 把整個翻譯過來 後來變成英美西方經濟學的內容 我們拿自己的例子的套 現在也是這個樣子 理論 不敢挑戰它 注意喔 沒有去挑戰它的理論 收集很多勾勒台灣經濟現象的圖像 當它的例子來說明 適用不適用 你猜 套 注意這個 所以 我們這個經濟研究 去向分析兩大派 注意喔 注意喔 一派叫做樹里派 一派叫做食物 物食派 食物派 食物派 前者是不食人間遠赴的學問 拿 西方的很多理論模型來 統計模型來 拿我們的一些databank 套 可以出版很多SCI SSI論文 爽感 沒有去思考它的意義 注意喔 我們現在很多國合會教育部 都在鼓勵這個東西 給我出版這個東西 拿來評鑑你 從來不去思考 它跟現實社會有什麼意義 什麼觀念 不想 可是 很紅 院士 各種學們的主管 主政委 部長 都之間在當 注意這個 很紅 受到學術當起的青睞 然後另外一派 是物食派的 他是研究現代台灣的經濟現象的 這個研究在國際上沒有賣場 台灣的經濟要誰理你啊 國內不受重視 可是對政策影響有很大的影響 前者走火入魔 紅得很 吃香餓辣 當各種重要的指揮 後者抬不起頭來 我准 最後憂鬱症 憂鬱症是我講的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被這個 看了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大問題 剛才我講 康德在講理論 基本上是為了實踐的 在康德同一時期的朱熹 他還講 道物女學的目的是為了尊德性 行動的德性 後來王陽明講知行合一 我們的社會上非常強調學以自幼 可是你不要忘掉 今天台灣的整個學生界變成 知識跟行動分裂 沒有辦法合二為一 這個現象 不是我想的哦 是一個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很尊敬的院士他寫的 你們注意這個現象 教育學最嚴重 為什麼 跟很多人密切關聯 師大周維文教授他的回應 民國69年那個時候 台灣學術界出現 教育跟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 激起教育研究的環境跟批判 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這一套東西 我們整個教育研究 基本上是西方理論跟方法的全盤遺址 沒有本體論 沒有自己本體論的建構 沒有 各位哦 1969 那時候運動發生 等於是1980年到高級碼 立起三十年啊 趕快 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現象 每一個子學科 理論基礎 研究典範 研究方法跟研究課題 都是移植的現象 全盤西化 你可以看到 這不是只有一個領域 我如果說只有心理學領域 那可能是我偏見 1月1月1月底2928開這個會 開完會以後我非常有信心 我們需要徹底的科學革命 請注意這個問題 你們都可以不同意 等一下可以挑戰我 怎麼會有這個現象的 不要忘掉 不要忘掉 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處境 我們不是西方文化 我們是處在非西方文化裡面 邊垂國家 我們的生產方式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各位 西方它的整個文明是內生的 很多學者在學校裡面建構理論 可以生產 弄成某種科技 可以移轉 設立工廠去生產 由內而外的 我們整個文明是由外而內的 一直進來的 你不要忘掉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 叫叫什麼叫OEM 原裝設備加工 把人家的技術移置進來 人家的儀器設備買進來 專利油我買進來 甚至原料半原料買進來 你再看看那個日本花生地震 我們這裡跟著比喻錯啊 為什麼 我們的很多尚餘原料提供出問題啊 我們是買人家東西來這裡加工而已 各位要請注意這是不一樣的 因為因為我們的生產是這樣的原裝設備加工 搞到最後我們的學術研究也是原裝設備加工 你沒有仔細思考人家那個整個philosophy 沒有 把西方的工具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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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跟那個整個工業技術部門的生產是一樣的 我們以為這個就是研究啦 把這個樣子很像 結果是形式主義 自然科學有這個現象 自然科學有這個現象 你不太容易覺察 為什麼 自然科學是物 社會科學不一樣 社會科學是人 價值觀 思維 完全跟西方人不一樣 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來了 怎麼你可能變成跟西方人一樣呢 不管你怎麼現代化 注意哦注意哦 我跟你講更清楚一點 我從研究所時代就談現代化理論 到今天六十五歲啦 我還是沒有辦法變得跟美國人一樣 我在想我自己的家族 還是很中國時代 那我們很多那個大腦不清楚的人 在以為 現代化以後 每個人都變得跟美國人一樣 事實上你沒有學到人家的長處 你學到人家的墮落 請注意這個問題哦 你可以反對我哦 好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整個 這個問題的根源 只是學他的皮像 到最後我們研究follow up 根屁 他怎麼做我就跟著做 改一改改起一個變相 不會思考 不會想問題 不敢跟他的理論挑戰 請追這個 請追這個 拿很多證據來說明我這個 argument 我們現在很多這個教改派的 現在還當家 搞評鑑 要你搞SCI SSCI的入文 可是都忘了一個事 各位說 你要評鑑一個國家的學術水準 兩個指標 一個是量的指標 一個是值的指標 在重要的學術期間上出版那是量的指標 不要忘掉 更重要的是值的指標 你出版的論文 這樣來了 我們最喜歡比的是美國 各位好 你注意啊 那個是美 一個是美國 一個台灣 你看 上面是美國台灣 台灣 你根本沒有條件跟美國比 怎麼跟美國比啊 地方那麼大 人口那麼多 你怎麼跟他比啊 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的量 當然比不上嘛 差距非常大 Number per year 每年出版的論文 當然比不上嘛 最怪的事情 如果你跟他一樣有腦袋 Citation Pro-Paper 應該是一樣的啊 可是你可以看這邊的 也差距大截 我們出版的論文 沒有人要Cite 不要忘掉 不要忘掉 我們最應當比的是 有種你就要跟一些哦 歐洲跟我們規模 差不多國家比 這個要怎麼紅 讓它紅起來啊 各位好 你請注意哦 上面那個黃的是荷蘭 荷蘭 指示的那個是以色列 你很難想像哦 你很難想像哦 以色列是科技大國 我們出版的論文數量 你看那一條藍線 已經超過以色列 你很難想像 下面 你在看 綠色的 淺藍色的 淺藍色的分藍 綠色是艾爾蘭 我們入文數量超過這個國家 別高興 別高興 那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借用那個SCRSCR的體制 在給你打 維尔綱 出版論文很多 沒用 各位請看這邊這個圖 那是Citation for people 遠遠比不上這個國家 我再跟你講個事 西方任何一個正常國家 大學數量跟人口比例 是一百萬人口一所大學 這一所大學是一萬人的規模 以色列只有六所大學 六百萬人口 所以我們數量超過 一點都不奇怪 你不要忘掉台灣多少人口 兩千三百萬 按照這個西方這個標準來算的話 我們應當幾所大學就對了 二十幾所 我們現在幾所大學 你們都忘掉了 一百七幾所 這叫做討的派遇 聽到嗎 我們現在不是全民接兵 是全民接大學生 跟他拼 拼出這個結果來 你不要忘掉一個東西哦 荷蘭 一千三百萬人口 十四所大學而已 三個工學院 可是你注意 他入文的數量 品質都比我們好很多 比我們好很多 全世界拿 每年拿我們專利金 最多三個國家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日本 第三個就是荷蘭 三所工學而已 我們是全民接兵跟他搞 沒用 沒用 我講到這兒 我就要再講一個東西了 剛才 劉教授介紹我的時候 說我是國策顧問 馬總統上台以後 我說我當國策顧問 只跟講這兩個事了 第一個就是這個事情 我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 我裡面特別提到一個例子 交大 你們在電子電信研究是非常優秀的 為什麼 跟產業界掛鍋掛爛鏡 注意哦 這個是值得讚揚的哦 我寫了很長一段時間講你們的學校 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我要來這裡演講 我不是拍你馬屁拍你馬屁 我這個沒什麼用 我當時跟教育部長 跟國科會主委講個事情 如果台灣的學術研究 不能變成產業發展的厚盾 台灣不可能有前途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台灣沒有任何資源 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什麼 人力 你現在教改搞下來 把所有年輕優秀的大腦都吸到教育體裡面去 你這個整個學校的設計不去往 資助產業發展的方向發展 台灣哪裡有前途啊 搞SCI SCI這個怎麼會有前途 星巴谷 創造出一些數理派會套公司搞統計模型中 寫paper這種東西 怎麼會有前途 注意這個 這個不是誤死 這是誤虛 聽到嗎 聽到嗎 我跟馬總統講第二個是 兩岸關係我幫你搞 其他我不管 兩岸關係今天不談 這個劉教授有機會的時候 再請我來再另外講一看 講一看 可是請注意這個東西 這個現在變成一個鐵牢籠 Ion cage 把我們框住 用SCI SCI把人家整死 注意這個問題 注意這個問題 我在看台灣 跟那個產業界 真的掛過的最好的其實是你們學校 我坦白講 不是判你們馬屁 所以 罵到這個時候要保留一些餘地 好 各位 再看 有一些國家我們是瞧不起的 我這樣講的時候很多會罵我 你注意看 我們錄文的品質 我們錄文的品質 我在講你們學校 我在講你們學校 就是誤實的 這是誤虛的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我到菲律賓 我到菲律賓 問他們 現在在外國有六百萬 你不要以為民主 你不要以為民主 什麼了不起 很多人講 我講菲律賓 講我們民主 你不要忘掉 亞洲最早搞民主的是 菲律賓 經濟發展 在我念 高中念大學時代 菲律賓的經濟比台灣好 結果這幾年下來 菲律賓大學畢業生 都在外面搞外了 六百萬 你不要以為那個 菲律賓 每個人英文講得 李陸九這麼厲害 你知道都是大學畢業生 不敢講他的學歷 為什麼 講他的學歷 很多人是master 你不敢用他 你不相信 你去問問看 自己在國內 你找不到 找不到職業 所以你請注意哦 我們在不長勁 毋須搞面子 不搞務實的東西 我很擔心 將來我們的命運 跟菲律賓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 毋須毋須這東西 我正在講 日本最值得我們思考 量 值都比我們好 為什麼 說穿得很簡單 你們知道 辱學傳到日本去 近代 木武時代 都在影響最大的 就是王陽明的諮詢合一說 日本人非常講實踐 我們去日本研究 台大找了個team 到日本研究 他們為什麼能拿 諾貝爾獎 各位哦 我們發現 日本人拿諾貝爾獎的 從來 從來都是他們自己 教育出來的 沒有人在國外拿學位的 沒有 而且更奇怪的 所有日本拿諾貝爾獎的 那個team 團隊 都是一個人帶頭 下面請人跟他做 搞他自己的理論 自己的模型 最重要的 他的 用的儀器 研究工具 都是自己設計的 沒有人買現成的 他可以買parts combination 組裝一定是自己設計的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嘛 你要解決一個重要 重要的學術議題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要 證實我的想法 我的解答 當然我的工具 要自己設計嘛 你們看那個台灣 到威爾岡 國科會教育部 給錢 一筆錢丟下來 幾億幾百億 叫你趕快報銷 唯一最好的辦法 買儀器 越貴的儀器越好 工具主義 問題就來了 我再跟你舉個例子 日本 有一個拿諾貝爾獎的得主 四十幾歲的拿諾貝爾獎 在田中更衣 根本沒有拿博士學位 在島金智所里面工作 做儀器的 因為他的儀器很重要 可以解答很多問題 拿諾貝爾獎 他的著作沒有一篇英文的 都是日文寫的 這樣得獎 得獎以後他太太 回到家 跟他太太講 今天我好像拿了一個 什麼重要的獎 他太太說什麼獎 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什麼東西啊 都搞不清楚 各位要請注意要請注意 他是為了他的解決問題 而在做研究 我們這裡是為了要拿諾貝爾獎 在做研究 笑話 會有鬼 你為了拿獎做研究 能夠拿到獎才會有鬼 我跟你講 排名做研究 你排名能提前才有鬼 注意哦我想解決問題 跟你想 排名那是不一樣的 排名那是假的 解決重要的學術問題 才真的 有沒有問題 請注意這個 亞洲四條小龍 這幾個國家我們最喜歡 拿來比較的 韓國 新加坡 各位好 你注意韓國也一樣 跟我們現在這幾年 也是SCI SCI 衝高得很快 而且那個趨勢 跟台灣很像 最值得你思考的是 新加坡 華人社會 三百萬人口 三所大學 國立大學 三所 當然他的數量比不上我們 奇怪的 奇怪的 他的品質比台灣好 什麼道理 沒有像我們這麼瘋狂 搞一百七幾所 三所而已 品質比我們好 什麼道理 大陸 各位好 你們去大陸看的時候 你看大陸很多東西 在學台灣 問題跟台灣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地大人多 所以你注意看那個 路人數量增加的很快 現在你是大陸一問 很多教授也在SCI SCI 趕快跟他嬌笑 所以衝得很快 可是 不用高興 他品質很差 比不上我們 可是我們也不用高興 你自己看很快 會出現死亡交叉 因為 犯同樣的問題嘛 同樣的問題嘛 他只要搞 想清楚 他轉一轉 他很快他會往上衝的 腦袋還沒轉過來而已 請注意一下 怎麼轉腦袋 我會告訴你 好 下面講心理學科學革命 也有一個期刊叫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心理學國際學報 2006年有一個瑞典的學者 叫Arwood 跟一個加拿大的學者叫 Young Barry 這個人是搞本土心理學的 Barry Young Barry 我認識他 前面那個人我不認識 做了一個很大規模的所謂 全世界上一幾個國家 都在搞本土心理學 從1980年代就開始搞了 訪問裡面的人 最重要的一些人 包括我 包括我的老師 是楊國書 然後把15個人的回應 寫成一篇很長很長的入文 叫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全世界International analysis 1980年代開始人做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說 本土心理學不是一種很多種 每個文化都有 你把非西方國家的心理學 搬到西方國家 把西方國家的心理學理論 搬到非西方國家不適用 就有人覺得不對勁 開始要搞本土心理學 早期的時候很多人 我想現代化 盲目就把整個移植過來 可是 很多實務工作者 很多學術研究者 發現移植進來的人不能用 他就開始想要 發展自己的心理學 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注意哦 任何理論都是為了使用 這個是在反思 西方心理學研究典範的nomination 對還是不對 可是 三幾年搞不出東西來 結果這個 Award跟John Barry 做完這個捨立之後 請了一個心理學史的專家 在Lindiger 這個人在加拿大跟南非教書 做一個comment 他寫comment 為什麼做不出東西呢 他說不要忘掉三個事情 他講三點 第一個 心理學是個science 不是很多文化裡面傳統的那些 所謂他們認為的心理學 不是 第二個 現在學術 國際學術社群裡面 他有他自己discipline 學術傳統 你不按照 心理學的學術傳統 不了解西方的科學哲學 麻木去瞎搞 只不過是在想 為你自己的文化發聲 voice 沒有用的 沒有辦法去掀翻 西方的這個 理論的 載字的這個位置 不可能的 發聲而已 voice而已嘛 各位 Lindiger在看那個所有回應的 這些搞本土心理學的人 看完以後 真正從西方的科學哲學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人 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這篇文章 這個上網都可以查到 就是我 當時我也沒有注意到他這個說話 去年 有個期刊叫社會 知識學 Social Epismology 這個在英國的徐漢 剛才那兩個作者之一 那個瑞典人叫阿威德 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 本土心理學 他的題目叫 On the Foundation of Elegious Psychology 本土心理學的基礎 他怎麼講 本土心理學 今天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想把自己的文化 考慮進來 不要忘掉 文化是一個變動不及的現象 從來沒有復活下來的 他們想要把自己的文化 拿來振夠理論 這個是要把文化物化 reification 就是要reification 這個是本土心理學 最大的一個難題 為什麼都搞不出來 三十幾年 那麼多國家都搞不出來 就這個道理 他把這篇文章提到社會知識學 那個Editor 叫James Cooley 把他的文章命名給我 叫我審查 我一看說 這個是個行家 碰到本土心理學 最難的問題 你應當找 現在世界各地 搞本土心理學 最久的人 最有時間來回應 這個問題不回應 本土心理學難題 根本沒辦法回答 那個Cooley 他說對呀 應當這個樣子 正常學術處理應當這個樣子 可是本土心理學 我不認識怎麼辦 我說沒關係 我幫你弄 我幫你變個 Special issue 我幫你找幾個人 來回答這個醫修 我幫他找了五個人 一個日本東京大學的 Susumu Yamaguchi 一個菲律賓的Papua 一個印度的Misra 一個韓國人叫Yushu Kip 還有一個紐西蘭的James Liu 我加上我自己 我寫的題目 今天 本土心理學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就是要以他自己的文化 來建構理論 所有建構理論的努力 都是要把文化物化對的 reficational culture 不要忘掉 今天很多西方的心理學 也是在把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物化 你們不自覺地以為 那是普世性的 每一個文化都可以套得上的 這是有問題的說話 如果我們能夠建構出 我們自己非西方文化的理論 為什麼你把個人主義的文化物化 是一種merit 是個成就 本土心理學把它的 非西方國家的文化 建構理論 就是一個mistake 就是一個錯誤 我說 所以那個James Cooley看了以後覺得說 你講的有道理 找了兩個人 這是我的are you 這是我的are you 我寫的最重要一句話 為什麼西方文化你的物化 refication 是心理學的merit 我就是一個mistake 什麼道理 他覺得很有興趣 email給我 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找我兩個研究生 博士或研究生來訪問你 把你的主張講更清楚一點 好 可以 然後兩個人 他是在2010年12月9號訪問我的 還有十件 一個叫Martin 一個叫Gregory 一個在後面這個人在墨西哥 這個人來台灣 用skype訪問 我才了解是希望人他們搞學術研究 真是認真 他問十個問題給你 然後拿我的著作回去讀 讀了以後再找十個問題 再問 問了三輪 搞了我整整一個禮拜 搞了我整整一個禮拜 結果寫成一篇文章 叫什麼 叫Calling for Scientific 是一個儒如行性psychology 呼喚心理學的科學革命 這個文章大概 下個月初會登出來 我已經Proof Reading完了 已經讀完了 幫他那個教稿叫完了 下個禮拜 下個月會登出來 你們隨時都可以上網去看 這社會知識學 這個很容易看到 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今天我在拿它 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決定這個難題 我要你們思考的 你們很多人是念博士後的 台灣很多博士後研究生 念完了等於沒念 我在上課的時候不會問問題 我在看英國學生真是厲害 第一次見面 兩個禮拜 三次訪問 把重要的問題都問了 15個問題 15個問題 我把那重要幾個問題 挑出來跟各位討論 第一個他問的 現在世界各地都搞本土 英女學 他們面對最大挑戰是什麼 現在都問到要點 我跟他講的 很多非希望國家 搞這個東西的時候 都主張要用自己本土的文化現象 發現跟經驗做基礎 用實證研究的方式 emplicate research 收集很多資料 弄了很多 實質性理論 substantial theory 它的哲學基礎 事實上 實證主義 根本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有一個教授批評說 你們在搞每個文化的心理學 沙拉沙漠以南就有多少種文化 每個種文化搞一種 怎麼跟你搞啊 誰有興趣啊 你對沙拉沙漠 那以南的那個文化有興趣嗎 他都跟你挑戰啊 打不出來了 打不出來了 為什麼 我說你要解決這個難題 你用這個button up的 由下而上的取向 根本不可能解決 這是歸納法 不可能解決的 科學哲學 你們叫實證主義 一頂用都沒有 不是在建構理論 不是 我拿了幾個例子 惠律賓 惠律賓剛才我講 我邀請他寫文章 人家叫Papura 有一次到我們系上 我問你講這個主題 你注意哦 注意哦 Captur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in the psychology 捕捉本土心理學理論貢獻 來跟我談 我跟他談本土心理學最大的難題 找了台灣幾個搞本土心理學 跟他訪談 訪談以後他就改他的題目 講什麼 你注意看這個題目 一個在追尋理論的人 他的反思 注意啊 注意啊 講他自己 我這個反思一點用都沒有 反思不出名堂來的 注意啊 注意啊 反思不出名堂來的 你看他的 講他自己的經歷 這是他講的 他的本土心理學的 是UNI 他的整個歷程 他的老師叫Andy Christ 他從1974年就跟他學 Andy Christ是整個世界 提倡本土心理學很早期的一個人 他的學經歷 我不細談 在菲律賓 提倡 去殖民化 各位請注意啊 去殖民化 反對西方學術移植 我們反抗他 這個叫義和團的搞好 沒用的 你用時政主義去搞這個義和團 收集資料 勾勒菲律賓整體圖像有個屁用啊 沒用的 發展很多測量工具 一樣 工具主義 工具主義 本土研究方法 沒有從哲學上去挑戰他 不敢 也不懂 他也不懂 到1994年他死了 他還設立本土心理學會 設立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也出版期刊 也出版很多著作 很紅 等到他死了以後就 老成凋穴 後繼無人 他英文很好 可以寫很多paypal 他一死 後繼者沒有人能夠繼承 根本不是構成一個學術傳統 沒有嘛 現在 那個菲律賓本土心理學會就分裂 跟那個心理學會分裂 各位注意啊 很多食物工作人員他認為 用本土的很多概念很有用 學術就不認可 我們弄這些東西有什麽要 又不能登學術行刊 SCRS上不了檯面 有什麽要 這樣的問題 所以 他們又接著問 要解決這個難題 用什麽樣的學術思想 學術派別來解決 我就跟他講 我從1980年代開始 在搞本土心理學運動 注意到這個問題 根本 因為我們不了解 西方文明他的根本的精神 ethos 他那個整個藝術 你抓不住 對於西方的科學哲學 你沒有一個相應的理解 沒有 都講假的 一些哲學名詞 課本上常常出現 用猜的什麽意思 經驗主義 靠經驗的嘛 實證主義 講實證的嘛 實在論 我做的研究 當然實在 怎麽不實在 你用那個嘗試再回答 要不然就換換字典 湊一湊 你忘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的每一個哲學名字 後面都有很複雜的思想 我們是字典式了解 湊出熱鬧而已 你不要難過 交道我差也是一樣 因為台大也是這個樣子 我講了多少年 也是這個問題 我在2005到2007年 當亞洲社會心理學院的主席 發現 不只是台灣這個樣子 亞洲很多國家都一樣 非希望國家共同的問題 所以 我就決定 要為這個問題找個solution 好 你要了解這個問題的困擾 先讓你談一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很紅的 pop culture的一個star 你們都認識吧 誰啊 孫維新 我們現在科學館的館長 國立科學館的館長 他有一次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 每次上課他最喜歡問學生一個問題 牛頓是發現了外有引力定律 還是發明外有引力定律 思考一下 認爲是發現人請舉手 也先舉一半就說下來了 認爲是發明人請舉手 也有 他說他最喜歡問這個問題 結果他發現 很多人都答錯了 因爲是發明不是發現 講了一大堆理由 可是那篇文章登出來以後 我看他的論述從頭錯到尾 我知道這個人完全不懂科學哲學 注意啊 台大最紅的教授 去從中央大學挖腳挖來 重金禮聘進來 提倡pop culture pop science 大眾科學的一個很紅 科學館的館長完全不懂 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這個文章叫什麼 是發現還是發明 請你先去問牛頓 為什麼 我這個文章投給聯合報 聯合報說太長了 我們平常孫教授只寫著 兩千字不到你寫六千字 從頭批人家批到尾 這個太殘忍了 沒有辦法用名人堂燈 燈在他的副刊上 我說可以 登出來就好了 登出來以後 我把這篇文章寄給台大物理系 他在物理系工作 每一個教授 每一個都寄 包括孫教授也寄 因為你要跟人家debate嘛 關門政大 沒有回應 奇怪啊 我說怎麼搞的 有一次我碰到他們那個 系主任熊教授 熊瑞 我說你有沒有說到 我寄給你們 請你們指教那篇文章 有啊 我怎麼沒有人回應呢 他說黃教授 對不起 我也不懂 你不要覺得好笑 第一流的大學 第一流的系 最紅的系主任他說他也不懂 他不知道我們在吵什麼 我猜你們也是 也是不懂 我們在吵什麼 你不要忘掉這個概念 牽涉到科學哲學裡面 很大很大的轉變 在牛頓時代 他認為 他是發現 到後世人主義時代 認為不是發現是發明 聽到嗎 我在思考台灣這個 整個學術界問題的時候 我還翻譯過牛頓 他自己寫的 《自然哲學》裡面的 數學原理 序言不是他自己寫的 寫他的牛頓定律 序言是一個叫 Cotis的一個哲學家寫的 怎麼寫 這個書裡面 所講的這麼偉大的宇宙秩序 怎麼可能是人的畫面 這種宇宙秩序只有一個 人可以去決定 誰 誰 誰 上帝 God 你不要忘掉 那個時代 歐洲人普遍相信 宇宙秩序是上帝定的 人只能發現 怎麼能發明 聽到不 這個叫做牛頓典範 牛頓典範 可是你腦袋如果接受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死了 人不能發明 人只能發現 聽到不 有很嚴重的後果 我講那個 剛才講的事論裡面那個人 在這裡面 科學研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請注意這個 我發現他們也不懂 所以 為了解這個難題 我在200年出了一本書 注意哦 我不是搞哲學的 可是我在台大工作40年 非常了解台大這個問題 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把西方整個科學哲學 他20世紀的進展做了一個理由 社會科學理由 各位 這本書這個脈論 你不好好研究 我認為你根本不夠資格拿博士 笑話 人家的哲學哲學都不懂 哪怎麼哲學博士啊 你好意思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注意這個 我花十幾年時間把這個 做一個整理 很快的 第二年 我剛才講說大陸 他們腦筋只要轉得清楚 很快它會突破 你放心好了 人民大學出版社幫我把這篇 弄成簡體字 大陸的 它裡面 我們把二十世紀整個科學哲學 最重要的 五個大典範這個整理 從維根斯坦前後習哲學 然後維根斯坦前習哲學 發展成時政主義 然後卡普普的後時政主義 注意啊 今天我沒辦法細談這個東西 將來你要細談這個東西 再請我來一次 我今天先跟你講個大略 後時政主義 這個有個天翻地覆 剛才那四個層面 本體論 知識論 方法論 人性論 都不一樣 完全顛倒 這邊叫做自然科學的哲學 你們很多人念自然科學的 你不要以為說我念自然科學 你講社會科學 我就會不懂 不懂一樣 實路一條 我跟你講 這邊是社會科學的哲學 結構主義前世學 批判理論 今天 時間很有限 兩個小時 我在學校裡上這個課 上這個課 要一個學期 每一段都要三個小時 今天你給我那麼短的時間 我哪有辦法這樣講 所以我只講一個東西 時政主義到後時政主義 它的天翻地覆的轉變 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請注意這個啊 我這樣講也是很概率地講 很概率地講 不是細節 請注意這個啊 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兩個英國老 兩個博士後 記在中 你在 社會知識學上提到的文章 提到建構時代論 所以我再跟你講 這個書 最後一章 最後一章 最後一章是講建構時代論 Consultitude 這個 這是 現在 維也納大學 維也納大學 哲學系主任 叫菲斯莫娜 為了整合 二十世紀這個整個科學哲學的發展 就提出來一個理論 我講更清楚一點 各位好 你們如果了解科學哲學的歷史 那整個科學哲學的中心 在二次大戰前是在維也納大學 叫維也納學圈 二次大戰以後 這個維也納學圈到處跑 因為躲納稅 希特勒 然後 經過了 半個世紀 希特勒被打垮了 打垮了以後 維也納大學的哲學系主任 開始思考 我們能不能把這段時間 整個科學哲學的發展 再integrate在一起 變成什麼建構時代論 注意這個 1999年 中央研究院開個學術研討會 來台灣 他談到建構時代論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用 很有用 但是 叫Face and Favor Chinese Power Game 那个Citation 大概国内的社会 是学界很少人突破 将近300篇 这是正式被人家引用过的 这一篇文章登出来以后 Citation Zero 没人赢 没人知道它重要性 是我花了一年时间写 花很长时间写的 没人知道它重要性 可是我写完以后 我寄一份给那个Freeswood 他一看以后很高兴 行家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只讲实用 你讲很理论的东西 他根本不懂 现在我给大家看 他还是看不懂 Freeswood owner很高兴 各位 Freeswood owner是这个人 他邀我到威尔纳大学 开一个workshop 这个要怎么弄 这个要怎么弄 这个是Freeswood owner 秃头的这个人 这是一个大陆去的一个科 一个搞中医的学者 他现在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中医 这是一个日本的学者 叫Mimura 哲学家 这个秃头就是我 这是一个南非去的学者 这是一个爱尔兰的学者 这是他的学生 那天早上去那里开研讨会 我讲我对建国时代论的修改 特别强调 科学为世界 建国科学理论 它的知识 跟我们生活世界知识的不一样 各位 这个生活世界 是整个couch group 在你整个历史发展里面弄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 科学为世界不是 科学为世界是单一科学家建构出来的 他用的 思维方式 他的理性 他的建构的方式 他对他的世界观 两个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今天我也没办法细谈 因为时间太短 对西方人来讲 不重要 因为他是文明内生 而且跟他的整个外在的文化是一致的 所以不重要 对非西方国家来讲很重要 我们在建构一种artificial的 一种scientific micro world 一种很人工化的科学为世界 你一定要很有意思去理解它 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非是我呢 找我去跟他开研讨会的时候 我报告完 他说 这个很有道理 可是我怎么不会这样想 我说你当然不会这样想 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是我们的问题吗 灰西方国家的问题 我再跟你讲 你想要靠西方国家的老大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做梦 不可能的事 听到不 我们很多人那个脑袋坏掉了 什么问题 一发生问题 赶快找一个美国教授来给我们知道 你已经自我殖民 听到不 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自己解决 你找老外他怎么知道什么问题啊 我说这根本不是你的问题吗 这是我们灰西方国家搞清楚的 你们跟我们道理 在文化上差异在哪里 一定要把这搞清楚 我再跟你讲 这篇文章 citation 是 zero 没人引用 可是是我认为我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请注意这个 好 各位 开完研讨会那天 这个是早上 这是晚上 你看那个 因为天已经黑了 所以开灯了 早上太阳刚起来 谈得非常愉快 我就跟他讲这个事 好 那么 怎么建构这科学为世界呢 在西方科学哲学里面 刚才说讲到五大典范 实证主义跟后实证主义 有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各位有实证主义的作法 科学人就干嘛 我们科学家 站在世界的一端 我很精确地用 我的语言 在描述这个世界 主要的语言 这个世界 这个叫 迪卡尔的 主科人对立 我在描述他 每一个对象 我都可以用个名称 名词 来指称他 define他 定义得很精确 一对一的关系 这个世界 我去看他 有一些现象是永远不变的 今天看到这个样子 明天看到这个样子 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 非常普遍 这种不变的东西 他把它叫什么 叫automic fact 原子事实 原子事实 科学家用一个命题 proposition 来描述他 这个叫 elementary proposition 有一对一的关系 我在实验室里面 我可以检验 他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这个计划命题 跟我描述的原子事实 就对图像关系 pictorial relationship 好像照相一样 很精确地把它拍下来 我来做实验 跟你来做实验 得到结果是一样 客观公正 没有人 没有价值观 听到没有 所以科学研究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实验 今天你做实验 跟我做实验 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 第二个 好 我们这样实验 证实它的 正确性 这个命题 这个proposition 这个基要命题 怎么样连成 科学 理论的命题 他想的一个东西 逻辑 逻辑 然后我们逻辑 把它 linked在一起 命题跟基要命题 之间的关系 有逻辑上的真实 函数 关系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这个就变成我们科学语言 所以 科学研究两个东西最重要 一个是什么 实验 一个是什么 逻辑 你们现在看很多教科书都跟你讲 科学就是实验跟逻辑 可是你不要忘掉 这是实验主义的想法 听到吗 如果你停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死掉了 为什么 注意 我刚才说 人性 人的位置 实验 要不要人 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客观公正 因为是原子事实 你做跟你老师 做是一样的结果 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是客观事实了 听到不 逻辑 在那个时代 在牛顿典发的时代 认为逻辑是一套还几套 一套嘛 怎么会有那么多逻辑啊 所以 做科学研究的时候 逻辑是固定的 实验的结果也是固定的 科学家是根本没有位置的 听到吗 你不要忘掉 刚才我在批评谢国成教授的时候 我说在勾勒台湾社会整体独向 就是这种哲学 大家在那里努力描绘嘛 你描绘一块 我描绘一块 到这拼在一起 就是科学了 这个是笑话 怎么啃这个样子 有没有问题 牛顿典范 牛顿典范 你们在念自然科学的人 请注意一下 如果你脑子是这个脑子 你已经死定了 听好吗 我再跟你讲 你要研究台湾的 科学哲学的历史 在台湾 影响台湾的科学哲学 最大的诱人是谁你知道吗 胡适 胡适 在讲科学研究 叫什么 大胆假设 小心 就这样 你不要忘掉 胡适老师是杜威 实验主义 他连这个东西都还称不上 只有实验那一部分 听好吗 如果你对科学了解 就停在那个地方 你也死定了 然后 在台大 讲科学哲学 始祖谁你知道吗 殷海关 遗憾的是 殷海关讲科学哲学 不是要做学术研究的 是哪来对抗国民党的 所以 台大科学哲学也没生根 有没有问题 他讲的事实上是逻辑思论 就这一套 你们有兴趣 你看殷海关 文集 你喜欢 都在讲这个 好各位 等到 后时代属于时代 那整个科学哲学 有个很大的翻转 我讲一下这个故事 加深各位的印象 这个最重要的人物是 卡婆婆 他讲的是进发人士论 注意哦 进发人士论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进化的 不是僵固的 不是照相 不是 为什么 讲一下他的故事 各位 卡婆婆跟 我跟尼斯坦一样都是犹太人 很怪的 你们如果注意看我写的书 每一个重要的科学学家 17个人 我都写一个他的背景 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很奇怪的 卡婆婆也是犹太人 他爸爸跟 维根斯坦的爸爸不一样 维根斯坦的爸爸是很有钱的犹太人 钢铁道 他爸爸是个律师 家学远远 家里有个图书馆 很小就喜欢 好学生识 读书 一次世界大战 奥地利 跟人家打仗 他有一次 他念小学 跟他爸爸谈 爸爸 我认为我们国家 去打这个战争 不争议 不应当打这个意识战争 他爸爸说 我们国家跟人家打仗 你怎么说他不争议啊 不爱台湾 不是 不要奥地利 两人辩论 辩论到最后 他爸爸说 你的说法是对的 我们国家 不应当打出战争 应该被打败 结果一次大战 奥地利真的大败 各位 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个给他很深的印象 我认为对的事情 我就跟人家辩论到底 念高中 1919年 至于1919年 1919年发生什么事 巴黎河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武士运动在中国发生 胡适的 那个科学观 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忘掉 1919年 然后把西方民主科学学 当作杨菩萨 死定了 悲惩无比 有没有问题 你根本没搞清楚 他什么玩意 要帮杨菩萨拜 那无事哪里说 听到没有 1919年 西方发生一个事 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出来 没有人能够在 实验室里面证实他 有一次 一个英国天文学 在艾伦顿 利用一个日全式的机会 做了个实验 证实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里面 一个命题 光线在特定的磁场里面 会轨弯 对的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欧洲媒体一天到来报道 那时候 卡普普 高中 非常好奇 奇怪 牛顿定律 我老是在实验室里面 检验的对啊 我自己做实验也对啊 为什么 经过千百次实验 都对的东西 报纸一个字都不报道 那不是真理吗 你们对真理没兴趣吗 为什么那个只有一次实验 按一扇 你一次实验而已 报纸一天到来报道 什么道理啊 非常好奇 各位 你注意这个 引起他的问题意识 我在讲 不要忘掉 科学人就最重要的 问那个重要的问题 不是去repeat 人家已经发现那些烂东西 那只有让你跟屁而已 然后 进大学 念科学史 有一次 跟爱因斯坦见面 爱因斯坦非常谦虚 讲一段话 让他非常下课 怎么讲 我的理论只不过是 我的猜测而已 里面很多可能是错的 如果有人证实他是错的 我就要承认那是错的 因为那只是我的猜测 卡普普大师一经 这么出名的一个学者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 居然说他理论猜测而已 回去继续念科学史 发现很多科学理论 其实都猜测而已 写了一本很出名的著作 叫猜测跟佛剧 Conjecture Energization 以这个东西做基础 写了很多哲学著作 维尔纳学却也帮他出版 不知道他的哲学 就跟维尔纳 早期的实人主义哲学 正好180颠倒 注意 早期的实人主义哲学 叫做牛顿典范 是发明 不是不是 发现 宇宙是发现的 也不是发明 刚才我所讲的 卡普普的后实人主义的典范 叫做爱因斯坦典范 是发明不是发现 差别在哪里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表 把它 彰显出来 各位好 你注意哦 他的这个philosophy 是这个样子的 科学不是要描述 事实不是 是什么 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 Program solving 注意哦 注意哦 这Program solving 问题是P Program 我能够问重要的问题 我提出我的尝试性的解答 Tentative theory Tentative solution 尝试性的解答 或者 Tentative solution 因为他的猜测 里面可能有很多错误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排除错误 Aero elimination 排除错误 我们现在觉得还对 这样一个东西 把它留下来 暂时留着 就是今天所看到的理论 你马上来个问题了 哎 啊你能猜我能不能猜啊 当然可以 所以 这个猜测 Solution不是一种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 大家竞争 你跟我争 我跟你争 听到没有 各位请注意哦 我讲更清楚一点 对同样一种本体 我们可以见过很多不同理论 这个理论之间要彼此竞争 听到没有 看谁赢 不是在那里客观的 套人家的东西 follow out不算是完了 不是这个样子 好 各位 你把这样的想法 拿来跟早期的 实人主义的哲学 做个对比 我 在这个心理学科学革命 方案里面 用了一整张的篇幅 说明 他们中间的差异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在讲 这样的一个对比 在我们学术研究上 它的意涵 的意义 你们有兴趣 这本书很快会出来 你可以看 推荐大家看 很值得看 不骗你 各位 你看本体论 知识论 方法论 各位本体论 如果你实践主义的 你认为 感官经验 就是唯一知识来源 他在 这个逻辑实论 在本体的外面 他是讲 Empirical Experience 感官经验 不要动脑筋 不要思考 注意哦 不要思考 可是如果你是 你是 进到认识论 你要想 要思考 我研究这个对象 后面的本体是什么 那个本体 我见过理论 也是一个实在的 一个real的 这个叫实在论 Santificacy 有理论 注意哦 注意哦 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 只相信 感官经验 一个是 你要相信 推测 猜想 那个东西 也是真的 第二个 如果你是 逻辑实论论的 诶 我弄出来的 是真理 为什么 上帝所定的 宇宙之息 当然是真理 听到不 这边不是 猜想而已 不是真理 尽是真理 我们努力要 逼近这个真理 Approachment to the truth 不是真理 注意这个对比哦 因为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谦虚 你可以建构理论 我也可以建构理论 大家竞争 大家竞争 注意这个差别 注意这个差别哦 然后 如果你是实证论的 你收集资料 勾会整体图像 用的是归纳法 归纳法 收集资料 不要动脑筋 如果你进发认识论的 演绎 要思考 动大脑 可是 思考的结果 要拿来检验 在演绎的 检验法 演绎的检验法 注意这个 检验那个命题的方法 逻辑实证论 叫实证论 因为是真理嘛 所以证实它嘛 Verify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进发认识论是不是的 那猜一下 所以你要努力 Forsify 否证 否证 注意这个完全不一样哦 完全不一样啊 好 最后一个 人 在整个学术里面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实证论者 你只能当研究助理 你不用当 不用思考 不用当大脑 只要会操作一句 可以啦 这个叫 独我论 或唯我论 跟世界对立 不用大脑 如果你是这一种观念的 你要思考 你要用你的主体 你要想理论 跟人家Fight 要挑战 有没有问题 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完全不一样观念 各位请特别注意哦 这是我在看 那个非西方国家 发展本土生理学 在整个哲学上 最需要做的一个大翻转 Philosophical Switch 西方人都把这个东西 叫实证主义 这个是Porsism 这是后实证主义 或者新实证主义 有人忘文生意 实证主义那都一样的啊 糟糕了 你不知道它内容 是完全颠倒 听到没有 实证主义跟后实证主义 是完全颠倒的东西 不管哪个面都是颠倒的 我们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 2000年开始 我当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 追求作为计划的主持人 每一次 每年 Committee来Review 都要求 你必须把这个研究 发现整合这一本书 我说当然要整合 要不然这个研究做假的 我搞了一辈子在搞什么 各位哦 我就把我们八年研究的结果 整合这本书 销路也很不好 不要怕 等哪一天大家脑筋想清楚 销路就会很好 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把刚才所讲的 注意哦 它题目叫什么 叫 儒家关系主义 哲学反思 刚才说哲学反思 理论建构 怎么建构理论 实证研究 我跟你讲更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对西方科学 哲学搞不清楚 你也不懂怎么建构理论 你只会收集实证资料 可是如果搞清楚 三个东西另一个在一起的 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 又讲哲学反思 又讲理论建构 又讲实验研究 搞懂以后 你会发现太容易了 我跟你讲 因为大家都不会建构理论 每个地方都可以建构的 结果大家都不会 有很多人搞一辈子 西方人一辈子搞一个理论 我说你看看 我这本书一系列理论 可以跟你搞 我现在继续搞 教学生怎么做 太容易了 我跟你讲 因为大家都不懂嘛 西方人一大堆 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 非西方国家都搞不出来 请注意这个 我这个内容 我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注意一下 我这个前面讲 我的整个philosophy 后面讲一些实际的例子 建构了好几个理论 一系列 不是一个 科学研究纲领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是一系列理论 各位请注意 尤其你是念人文社会科学的 你把这个东西仔细看一看 你可以搞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常常跟大陆学生讲 你脑袋转一下 你会整个发现不一样 这个philosophical switch 哲学的语准 倒一下就发现整个不一样 好 这个有点专门 讲我的理论 人情跟面子 被赛得很高的理论模式 这个我都不太细谈 这个我都不细谈 不细谈 不细谈 我只讲一个事 去年 7月 亚洲本土心理学 跟文化心理学会 在印尼 Gajamata University Gajamata University 是印尼最大的一个大学 18万个学生 印尼 本来学术很不发达 很不发达 没钱 穷 可是最近这几年 经济好转 第五块金钻 经济好转又开始烧包 也要往国际发展 政府就给这个学校 一笔钱 要他们发展各种学术研究 你没有底子 怎么可能发展 所以有一个我们 亚洲本土心理学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 优势 建议他们搞本土心理学研究 跟希望不一样的 发展自己的特色 他们弄了一个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心 各位 他有七十个废口体 两千个心理系的学生 找了一个很不错的 那刘德的当主任 跑来找我 要发展本土心理学 我说可以 搞真的 我就跟你讲怎么弄 去年的开会 各位在开会前的一个照片 这个 这个是那个YouTube Keep 韩国人 这个是Susumu Yamaguchi 这是他们 Faculty of Dean 这个是一个印度人 叫Misra 这个就是我 你注意看我的衣服 跟那个不大一样 注意这个衣服 这是开会前 他们请我吃饭 开会那一天 慎重其事 我先做大会主席的演讲 五分钟 我提到一个研究 最近 Nature 有一篇论文 三个老外写的 他们把2003到2007年的 所有心理学的论文 做个review 花现96%的PayPal 都是以 西方国家 Waste 社会教育Educated 工业化 Industrialized 互有的Reach 跟Democratic的社会 的人做对象 而这种人 事实上只占全人口的 12%而已 这美国大学生 加拿大大学生 他说这是一个 注意啊 他把那五个字 White Educated Reach Industrialized 还有Democratic 并在一起 叫Weird 怪异的 他今天的 今天的希望心理学 事实上是这种 Weird of Psychology 我引到这个东西 我说 今天我们搞 本土心理学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 Weird of Psychology 把它干掉 建构 描述 非希望 国家的这些心理 真正的心理学 我们要弄科学革命 各位 你知道讲 革命人 有三种人 一种人是 最后进总统府 成功的 一种人是 最后进监牢 失败的 另外一种人进神经病院 莫名其妙 我讲完以后 因为只有五分钟 大家都听不懂 你看一脸 一脸 严肃的样子 准备送我上精神病院 他们觉得搞错了 怎么学到这个人 当废长 还好 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我有个Keyno Speech 讲一个小时 我就把我的论点 讲得很清楚 刚才那个 仔细讲一次 下午 Rond Table Discussion 找了几个 菲律宾来的 本土心理学家 这几个菲律宾来的 坐着 那个女生 然后跟几个 亚洲心理学会 就搞这个 本土心理很久的人 讨论 讨论了一个下午 三个小时 他们 觉得我讲的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各位 你注意 这是第二天 第二天 注意看我穿的衣服 不一样 我刚才叫你 注意这个衣服 注意这个衣服 前面那个衣服 是另外一件 这是第一天 他们觉得我花神经了 第二天 轻松一点 有效能 那两个英国老 做完访问以后 他说 要解决你们的问题 需要多久 送学生到国外去 读书 有没有用 我跟他说 一点用识都没有 会希望国家的问题 不是希望人 他可以解答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不思考 想靠人家解决 做梦 不可能 那他说 怎么办 什么时候 你们才能建立 自主的社会科学 注意哦 自主的社会科学 我说很简单 只要大家搞懂 希望 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 了解 我在心理学的科学革命 跟儒家关系主义的实力 很快你就可以学会 我跟他讲个东西 会希望国家的人 只要想通一点 很容易就突破 为什么 我说你不要忘掉 从工业革命以后 希望能花了 四百多年的时间 发展出今天的 这个局面 台湾 我们只搞六十年 搞六十年局面 大陆三十年而已 不要忘掉 你要把一些问题 第一次想解决 很难 跟在后面 想通就很容易 天啊 你们注意一下 看那个大陆 他们的超勤赶上 高铁 它可以盖得比你更快 它不要跟在后面 一个一个屁 跟在屁股后面跟嘛 你如果不懂 它的辩论是在跟屁 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说我花十年 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最少你应该花一年时间 把它搞懂 你不搞懂 你怎么超前啊 这篇文章下个一会 登出来 我应该留时间 给大家问 好 我不要再讲了 这个 大概主要的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好 stop 有没有任何问题 不要客气 黄古文你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刚刚画的那个 世界跟语言的关系 那个图 我现在 刚刚看的是 穆萨萨 看不太懂 能不能您举一个例子 来讲一下 这个两个关系 是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被证实的 可以被讲出来的例子 好吗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今天讲了很多 就是本土心理学 本土心理学 好像你是把 把一个民族 比如说美国 它是工业化高度 然后是收入多 然后又是高教育 把这个 这些因素隐含进来 纳入进来 才叫做本土心理学 但是 是不是能够用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 因为我是觉得说 生理学 大部分都一样 我们跟非洲的 跟欧洲的人 生理学的原理都一样 那心理学的话 应该也是类似 那你现在把文化 那些架进来以后 把它变成一个 本土心理学 好像不太对 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要把这些搞清楚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 各位 你不要忘掉 我在台大开课 讲这个东西 讲这个东西 我要花一些期 听到没有 我讲逻辑时论论 我花三个小时 在这里刚才我讲三分钟而已 不要紧张 我把我讲的课的过程 全部叫我们资讯中心录影 挂在我的部落格 你们有兴趣的人 随时上网都可以看到 因为我要打破 这个时空的限制 另外一个还可以跟你讲的 你更不要紧张的 下学期会不会开这个课 你们有些人住台北的 欢迎你来听课 我再跟你讲 我在台大刚开始这个课的时候 只有十几个人上课 现在是一百多个人 四个大学险修 也有演技教学 你们学校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演技教学 下学期会开这个课 欢迎 可是你要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只能很模糊地讲 听到没有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问题 本土心理学里面最大的难题 各位 我们在讲本土心理学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什么 我叫one mind mining mentality 一个心智多种心态 听到没有 什么意思 人类由生物 遗产所决定的mind 是一样的 东方跟虚方是一样的嘛 没有什么差别 听到没有 可是 因为文化的影响 而培养自在的 mentality 心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 各位请注意 我们本土心理学 你要搞好的话 你一定要兼顾 两种philosophy 你不要忘掉我刚才讲的 你又要懂 自然科学的哲学 建构一种朴素性的模型 你又要懂 社会科学的哲学 怎么样 怎么样 把人类的社会性 关顾出来 这一边 这一边是在讲mind 人类共同的 那个mind 生物性的 这边是社会性的 批判理论 前世学 是社会性的 注意哦 注意哦 台湾的学术界很糟糕 心理学界 我都看到很糟糕的现象 根本不懂哲学 把量化跟直化对立 听到吗 把量化跟直化对立 有一些学校 干脆我就搞直化研究 现在很多学校 很普遍哦 都是哲学没搞清楚的人 我在看他们写的书 那个哲学名都翻错 都翻错 对不起哦 尤其女性写的更可怕 我不是歧视女性 我看了好几篇 在写女性主义的书 更可怕 而且他只懂那个东西 其他都不知道 就在开始讲那个东西 不要忘掉哦 不要忘掉 我们在本土心理学的时候 请你注意这种 one man 这不是我提出来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学 叫 Richard Swede提出来的 这是你刚才问的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要花很长时间在讲 有没有其他问题 不要客气哦 不要客气 我能回答的 我就先回答 不能回答的 请看我的书 或者上我的课 我想请问教授几个问题 几个问题 哇你更厉害了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然后第一个是 就是 我们现在世界上 是否其他国家 也都有遇到一样的问题 会休国家都一样 或者是说 他们也应该在教育 社会和经济上 也是提出一套 自身适用的理论 然后或者是 这是亚洲文化特有的现象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香港跟日本为例 为什么他们在教育 跟经济上 全盘西化之后 还能够成功 那第二个是 有关心的想法 那是否在务实面上 也有所成就 或者是投入 物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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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 非西方国家 很多国家 at least 在心理学上 都发生同样的问题 这你要注意看 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把非西方国家 的研导会 让我从头顶到 我才发生那个问题 其他领域 我真的不敢讲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能够成功 各位不要忘掉 一个国家能够成功 是很多因素 结在一起的 那你不要忘掉 这背后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是我们刚才在讲 社会学三大家的 一个人 谁呢 Max Weibo 你们如果注意看 Max Weibo 他在写他的著作的时候 一本叫做 Economy and Society 知识跟经济 讲这个整个 资本主义的兴起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二本书很重要 叫做 基督新教伦理 跟资本主义精神 讲基督教国家 跟非西教国家的差别 听到不 第三本叫什么 道教跟辱教 中国的宗教 Confucianism Ataoism Religion of China 注意啊 注意啊 接着写什么 写 印度教 Hinduism Hinduism 在下面写什么 佛教 他写伊斯兰教 还没写完就死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有很多人 说非西方国家那么多 怎么去搞啊 错误的观念 听到不 真正整个人类文明影响 最大就是四大宗教而已 韦伯这个是很有眼光的 听到不 今天 你注意一下 思考一下 为什么很多这种文明的国家 那么命运那么类似 西方国家的兴起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到处侵略人家 到处挂人家的皮 到处抢劫 为什么 被抢劣的国家 亚洲国家 为什么亚洲 世界上的统一 一起起来 今天 摩利瓦革命 为什么都是 依然是伊斯兰国家 你不要忘掉这个事了 他文明同质性 我跟你讲 很多都忘了这个东西 以为 那个西方国家 搬到这个地方 他一定适用 怎么不能适用 我再跟你讲 你要判断那个理论 我没有跟你讲说 理论要完全跟他对方 不是 你不要忘掉 我刚才讲那个 菲律宾的心理学家 Enric 最大的错误 就是提倡反殖民主义 西方理论 都是要跟他反一反 不对的 听到吗 西方有很多理论 是在讲 人类普世性的 生物决定那个层面 今天在台湾 你看很多人搞那个什么 方形的MRI 大脑照一照 那是普世性的 我跟你讲 没什么两样 听到不 你想想看嘛 你用那个方形的MRI 照大脑 外国人去杀一泡尿 大脑有反应 你杀一泡尿 大脑不会有反应吗 当然是一样的嘛 可是 不要忘掉 这个方面 非物质性的 非物质性的 社会层面 我刚才跟你讲 一个生物面 一个社会面 慢的跟Mentality 这是不一样的 听到不 听到不 而且这个不一样 你也不要以为说 有一些 刚才我提到 有一些西方的新学生 那么多文化 怎么去搞 放心 没有那么多的啦 重要的 只是大几个大文明而已 你看看那个 马斯·韦伯的著作就知道了 他就写 十五种文明 哪有那么多 听到不 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建构东亚的国家理论的时候 你注意看我的著作 日本跟韩国跟中国 台湾是很像很像的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很多 要搞台独的人 我跟你不一样 这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已 深层结果是一样的 有没有问题 好 有没有解决十五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我当马云九的国家顾问 我说我只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教育 是这个 我跟你把这个东西 讲得很清楚 让学术界的人 可以反视这个问题 最后 我跟你讲更清楚一点 今天 在 国科卫教育部里面 一些科技顾问 科技大佬的 载子之下 的明明之下 拿SCI SCI SCI 整人 已经变成一个 Iron Cage 马克思卫部讲 资本主义的铁龙 把你吐死 很难脱离 你必须要大家去 awaken 要结醒 你不结醒的话 你怎么办 要找一大票 跟有关系的人 到处跟你搞这个东西 评鉴你 整你 他不懂得 整个学术研究精神 到底是什么 我不是反对评鉴 你要搞评鉴 你要像英国那样搞华 你不要忘掉在评鉴 事实上做最好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荷兰 他们有所谓 Scientific Program 做得好的Team 他一定找 博士后的人去访问 你做什么东西 你做什么东西 一个一个问 下一期的那个 社会知识学出来 我劝你看一看 我真的配合那两个人 一次见面 一个礼拜 三次interview 把我重要的东西 全部挖走 他就弄成一个报告 那个是真的评鉴 我们在跟你讲 那个SCRSCR 是整人嘛 对不对 这是看人家玩笑嘛 所以 所以 这个我讲务实的 我们希望改变 这种很糟糕的一种 domination 这种宰致 第二个 我还做另外一个东西 是两岸关系的 这个我给了 刘教授一篇文章 四篇文章最近 这个于婷教授 跟我们一起在努力奋斗 你们问他 可能比问我更客观一点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不要客气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对 我延续刚刚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说 黄国文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那海地的本土心理学 跟日本的本土心理学 在这一次灾难 跟海地灾难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 你的意思 如果说是把一个人 国家的文化加进来的话 就变成一个本土心理学的话 那我在我的想法是说 日本 它本身的心理学 应该也是跟海地是一样的 跟什么 跟海地的人民是一样的 海地 那是因为他们说到的文化 跟教养的关系 造成他们的一个 我解释一下 所以 我是认为说 心理学不应该分本土 跟西方的心理学 我解释一下 你们有没有觉得 日本在这些灾难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什么特色 刚开始发生灾难那几天 他们很沉稳 然后次序一点都不乱 有一些人没有食物 有一些超商供应食物 日本人去领食物的时候排队 很整齐 然后不会多拿 该他拿了一份就走了 很多我们的媒体说 日本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 你们不要忘掉一个东西 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提了一下 日本人在幕府时代 吸收中国的王阳明的乳学 特别强调王阳明 乳学的一个层面 什么层面你知道吗 知行合一 很奇怪哦 王阳明在中国 被强调的是 meditation 禅宗那个层面 到日本去以后 变成知行合一 他强调那个层面 然后你知道 日本在整个幕府时代 到明治维新 就有个很大的转变 什么转变 你们请注意早期的时候 他跟西方接触 受王阳明的核影响 他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提倡什么 叫核魂洋才 听到没有 核魂洋才 再听一次说一句 大核民族的灵魂 西方的知识是一个工具 听到没有 核魂洋才 这是幕府时代 到了明治维新之后 有一些明治的知识 这些人出来了 整个理论就开始改变了 什么改变 托亚入欧 你们现在看到 日本钞票上面 那个胡哲玉吉 台湾人很多人 很崇拜这个人 叫托亚入欧 他开始提倡的 为什么 他说这个亚洲这个东西 都是不值得的 要去学习吗 你看那个日本 在台湾留下了很多建筑物 都是那个时候的建筑物 欧洲形式的 我们总统 最典型的那个土地 都是那个时候搞出来的 那一些军国主义者 开始他思想转变 以用 早期 王一鸣 留下来那些 鲁家的特色 在跟欧洲人的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你们有兴趣 你注意看 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那国度行败 后天心平 他的志向干嘛 我们要把 亚洲这些洛欧国家 变成一个 跟日本一样的先进国家 托亚入欧 共农圈 最大的志愿就是把 东京移植到 东京这个帝都 移到北京去 当整个亚洲的皇帝 你不相信 你看他的历史 他那个时候已经学会 日本人的 那个欧洲人的 社会大亚文主义 整个 面他里变了 可是 他受那个 中国的那个 王阳明的 刺行合一的 那个影响还在 听到不 今天你去看日本 他还是跟 跟西方很不一样 这一次正在 你可以看他看得最清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事儿 美国一发生停电 纽约发生停电 马上开始什么 开始什么 庆祝 这是个人主义啊 为什么 上帝已经死了 约束人的 就是法律嘛 法律现在不存在 不存在 庆嘛 你对这个差别 你们上网去看 那个纽约体 书发生 这开始 开始乱了 这样嘛 不要忘掉 这个差别 这个差别 这个 是很不一样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 研究这个问题 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下一次有机会 我一定来跟你们讲 这个topic 可是这个要另外 尤其最好三个小时 我会帮你跟你讲 更清楚一点 好 我们再度感谢 黄教授 这么热烈的讲 谢谢